人间值得未来可期,谢谢你 5月20日,佟丽娅发文宣布离婚 简短的文案外加不痛不痒的谢谢你 随后陈思成也发文称 你们永远是我最爱的人 只是换种身份守护 卖了一波深情人设 通过文字,两人的分手尽显和平温馨 但他们的婚姻内幕,众人是最清楚不过了 就在两人正式官宣分手前 有媒体还拍到陈思成与一美女 心密同回酒店 看来离婚并没有影响陈思成烈焰的脚步 说到佟丽娅和陈思成的相识 也是阴差阳错 走错房间门的佟丽娅 遇到了导演陈思成 随后在北京爱情故事中 饰演了朴素坚强的沈冰 在电视剧中 成峰喜欢上了沈冰 在心外,陈思成对佟丽娅也充满了欣赏 并对他开展了猛烈的追求 而佟丽娅却觉得 陈思成太过于优秀而选择了拒绝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佟丽娅非常的自卑 最后在杨幂的撮合下 才走到一起 2014年1月16日 陈思成和佟丽娅在达西地 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婚礼 本以为两人会是娱乐圈公认的一对碧人 但在结婚不久后 陈思成就被爆出酒店夜会两个美女 当时正值陈思成在上海拍戏 他先带一美女回酒店 不久后 另一美女进门 三个人在房间里共度六个小时 这件事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最后在佟丽娅的辟谣下了结 2015年10月 陈思成正式和佟丽娅已经有了孩子 就这样 两人在拥有了爱情的结晶朵朵后 还在不入期 就爆出了陈思成出轨的事情 据爆料 那时候陈思成和所谓的模特王天楚来往密切 不仅送包送首饰 还一同庆祝生日秘会酒店 而且这个模特还有专门记录 他和陈思成点点滴滴的相册 后来事情曝光 王天楚称 并不知陈思成有家事 就在大家议论纷纷 佟丽娅是否会离婚的时候 两人的感情并没有因为这一次的出轨事件而破裂 这个三人之家也还是美满幸福的 并没有外界所说的出轨而导致两人即将离婚的事情 而在这之前 陈思成还带着儿子去看佟丽娅的演出表演 两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被问到出轨的问题 陈思成很坦然的说 谁都会出轨 在这个圈子一夜情比比皆是 佟丽娅则是沉默了一会儿说了四个字 回家就好 对婚姻这件事 陈思成曾产生怀疑 到底我们现在的婚姻是正确的一夫一妻制呢 还是古时候的一夫多妻制 很多成功人士都希望拥有更多的女人 欲望是不可回避的 好色什么的都是自然的 都要尊重所有自然的 刚开始陈思成被曝出轨 佟丽娅还会力挺 称自己孕夫有高招 不是什么大事让大家都算了 到了后来陈思成再被曝出轨 佟丽娅就不再发声力挺了 佟丽娅也一直是贤妻良母的代表 陈思成喜欢她留长发 即使佟丽娅已经想剪短发 在陈思成否定后 她还是选择听陈思成的话 2017年 陈思成又被抓拍到两名女子约会 在婚后的日子里 陈思成前前后后 被曝出出轨六次 佟丽娅沉默几天后 剪了一头利落的短发 并发了朋友圈 重新开始压压加油 虽然因为孩子没有离婚 但是二人的关系肉眼可见变淡了 佟丽娅对陈思成的态度 也是到了冰点 对比佟丽娅连面子工程都懒得做的态度 陈思成的态度就好了不少 2017年 陈思成曾发泊为佟丽娅轻生 暗无时差 生日快乐 My love 陈思成这条微博 可以说是满满都是主动讨好的意味 在陈思成发泊后不久 佟丽娅也发泊 但其中并未提到陈思成 还直接无视了陈思成的主动讨好 不少网友直接吐槽陈思成 尴尬不后悔不 陈思成和佟丽娅貌合神离的关系 让外界时不时就传出两人离婚的传闻 在这之后 佟丽娅已经整整四年 没有提起过陈思成了 而且是只字未提 这四年里 佟丽娅疯狂逆袭 重新回归事业 白天拍戏晚上就带孩子 一部超时空同居 让佟丽娅重新回归众人视线 一句老娘天下最美无比潇洒 在2019年底 佟丽娅一首策划编排的大型舞台剧 在远方 在这里 在北京首映 收获了无数人的好评和专业人士的赞誉 后来更是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主持春晚 虽然是第一次 但她那一口流利的播音枪并未出错 妆容精致 谈吐大方 毫不怯场 让众人的眼前都为之一亮 以前很多人提到佟丽娅都会说 漂亮是漂亮 但是没有什么自信 更多的人是奇怪 为什么她这么漂亮还不自信 有人说是因为她原生家庭给予的教育 灌输的三从四得的观念 压住了她 有人说是因为嫁了一个渣男 卑微到尘埃里 如今很多人说 佟丽娅好像换了一个人 比以前自信了好多 如果说以前她是一种小家碧玉的美 那现在就是明艳动人 一个人脸上的光彩藏都藏不住 从不甚完美的原生家庭 走进一段不甚完美的婚姻 如今她终于蛻变成了明艳自信的样子 也有勇气选择了和陈思诚离婚 就在网友庆祝 佟丽娅终于脱离苦海的时候 没有想到 还有其他的女星也面临如此处境 桃红和徐峥 是圈中聪明的恩爱夫妻 时常恩爱狗粮 让人羡慕不已 但也有人认为 两人就是利益夫妻 所谓的恩爱人设 不过是作秀圈钱而已 原因主要是因为徐峥早年满天飞的陶色绯闻 2012年有记者派到徐峥 与一白衣女子深夜见面 两人到798艺术区 一家私人酒店度过将近三个小时 2015年 被派到和汪小飞 在会所玩乐买醉 和弟兄辣妹一起交洒 2016年 徐峥被抱去成都某家KTV玩乐 随后回到酒店助理找来两位年轻女子 其中一名直接去了徐峥房间 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出来 这中国类似的绯闻实在是太多了 因此徐峥还一度被誉为烈焰老司机 面对铺天盖地的绯闻 桃红好像真的全然不在乎 直接发表了自己对于婚姻的真实态度 肉体上的事都不交事 生理层面上的嘛 一段关系和忠诚没有关系 如果你愿意 他忠不忠诚都觉得挺好 从人这个角度来讲 爱水也是自由平等的 一番大胆前卫的发言 立刻引起了舆论海啸 多数人觉得桃红是为爱牺牲的苦情女人 因为各种原因 只能忍气吞声 强行劝慰自己接受开放式的婚姻 但实际上 桃红是打心底里接受这种婚姻 不过庆幸的是桃莉娅没有选择这样的婚姻 而是专心的发展事业 选择走出婚姻的阴霾 如今她终于蜕变成了名艳自新的样子 这种婚姻 最高峰的婚姻 鸡儿